拍一集给多少钱 还敢提钱 开二十几分钟后 她就在浴室里哭了起来 这才发现自己原来进了一个黑心剧组 正好哥哥打来电话 女主立刻换了一副表情 果然女人是一个善于撒谎的动物 长得如此好看的女演员必须叫小美 刚刚被美国前十的都科大学录取了 但因为家里没钱支付学费即将退学 幸好闺蜜给她出主意 去拍林志颜那种电影肯赚钱 谁家好人去干这事 结果她真的去了 没想到个人权益没得到保障 被黑心剧组和男演员上了一课 必须找经纪人 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 从此再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龙套决策 甚至还和行业里大佬级别的前辈合作 很快女主的粉丝疯狂暴涨 不像小编的账号 粉丝不点赞不评论也不转发 从此以后女主走上了人生巅峰 短短时间内就赚足了几年的学费 年轻的女孩子们可千万不要向她学习 毕竟人家长得漂亮身材好 还是名牌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 赚快钱的路子不可复制 女主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 同样拍戏的邀约也风韵而至 她成为了这个圈子里的大红人 甚至学校的同学都有她满满一硬盘的作品 可赚钱成名之后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流言蜚语 一群男同学一边看她的小视频 另一边却用水平丢她 骂她不要脸 总之这是一部非常有颜值的电影 又是一部值得当代女大学生深思的电影 如果你是女主 会因为没有钱交学费 而走上这种受人非议的道路吗